大家好,我是矿渣收割机PowerSheet 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款矿渣就是这个星际魔盒 这款矿渣呢有什么不同呢 它有两个硬盘位,这种也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所以感觉比较有趣 所以买了一台来尝试一下 这个价格是95块钱包邮 现在先通电 然后我们进入四代的这个系统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这里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坑 你看它这里显示的是它的默认密码是ATOMY 但是如果按照它这样输入的话 它会提示呢密码是错误的 然后经过一方的折腾之后呢 我发现它的密码其实不是ATOMY 而是下方的这个IMT NAS 输入正确之后我们就可以登录进来 查看它原本的这个系统里面的功能了 这是它的文件管理器 原本的这个系统其实并不好用 里面的功能其实很少的 所以也不知道它可以用来干什么 我肯定不是为了买来用它这个原本的系统 我主要是为了可以刷机才买它的嘛 那么先来拆开这台机器吧 顺便介绍一下它的外观 我们需要呢先把这两个硬盘位拿出来 机器后面有这些接口 一个千兆网口 两个USB3.0 一个DC电源接口 下面就是一个风扇了 然后只需要把四颗螺丝拧出来 就可以拿出这个后盖 需要用到这种内六角的螺丝头 我的话是买淘宝这种9块9包油的套仓 就可以有这个螺丝头 拿下后盖之后 往前一桶就可以拿出机器本体 这就是它的本体了 一块小小的组绑加一个小风扇 然后就有两个硬盘位 我们要刷机的话 需要用到这里的四个增加 里面左边的三个 刷机的教程可以去矿扎论坛 或者什么值得买上面找 这里要刷机还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它要买这个USB转TTL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吧 反正刷机的话 看文章比较好吧 看视频我感觉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不过它这种刷机方式 我还是比较少见的 需要按住键盘上的这个键 然后呢再来通电 它的原理应该是把组绑上面的输出呢 通过这个TTL转换到电脑上面 然后在电脑上面显示 然后我们电脑上面也可以在这里呢 用SGL来控制 然后再通过这种方法呢 把右旁中的固件写入到机器自身中 我最先刷的系统是这个NCS7这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呢也是一个Linux系统 不过它有三个版本哦 第一个版本是Linux加安卓 第二个版本就是单纯的Linux 第三个版本呢还是Linux加安卓 就是不同的月份发布的 这个固件好像也是官方开发的吧 所以呢它这个用起来据说比较稳定 不会出现什么bug之类的 不过呢你也看到它功能还是比较少的 虽然比原本的那个系统呢 功能多了很多了 但是我看起来还是比较简陋的嘛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把这台机器呢 当成一台下载机 然后它可以开启这个共享功能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足够的 而且它有这个备份的几个软件嘛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比较简单的话 建议你刷这个就比较好了 因为它比较稳定 后来我又按照同样的方法呢 刷了一个微联通系统 固件需要到矿招论堂上面下载的 然后它有分这个4.3.4版本 还有一个4.3.6版本 微联通呢跟群晖是一样的 就是同样是卖这个NAS的 而且它们的固件呢 也是有搭配这个手机上的APP 可以来同步使用的 所以呢我买这台主要也是因为 它现在可以刷这个微联通感觉还不错 而且我没有用过这个微联通系统嘛 所以想来刷来体验一下 看看是怎么样的 那么用了几天呢 感觉好像跟群晖也差不多吧 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系统是做的挺好的 各方面就是也做的挺好看的嘛 然后呢如果想要下载什么应用的话 直接就有应用商场里面可以下载就可以了 总之呢就是各方面呢 你用鼠标点来点去就可以设置好的 不像我们用纯Linux系统的来做NAS吗 那种我们经常需要到命令行里面呢 去修改什么什么的 所以感觉这个系统也算还挺好吧 这里说说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首先就是里面的这个download station呢 这个全能下载器 它下载的话有些资源 它完全的下载不动的 但是这些资源呢 我用其他的设备 或者在我的电脑上面是可以下载的 所以我觉得是它这个下载器不行 所以我就寻找其他的方法 那么之后呢我就装了一个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在这上面好像也不太行的 然后我在其他设备是可以下载的 所以我感觉是这台机器上面的transmission不太行 然后呢我就想下载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个Qbit Toilin来作为它的下载器 然后我就在论坛上面找了好多个安装包 然后把它安装到这个卫连通里面去 然后好多个版本呢 它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在浏览器里面打不开的 最后找到的一个版本是这个QB4.1这个版本的 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然后在这个Chrome浏览器里面呢 直接打开是不能打开的 需要在这个隐身模式下才可以打开这个QB的访问界面 然后同样的种子呢 用这个QB来下载立刻就可以跑满我家的带框下载速度了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CPU呢占了百分之百了 那么可以看到呢它这个CPU是非常的差劲的 然后我还发现下载了没多久 它的速度突然就降为0了 就是完全下载不动了 那我这边做总的人数这么多应该不是这个种子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这台机器还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呢 限制它的最高下载速度限制在5兆 然后呢好像就可以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不过也是挺坑的就是10兆的速度它就受不了了 感觉这台机器还是太弱了 然后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读写速度吧 我先用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把一个文件传入这台机器 那么这里的上传速度它是在40兆左右吧 就是它的写入速度了 上传好之后呢 我同样是通过这个SMB的方式来读取这台机器里面刚才上传的文件 那么读取的速度好像就快了很多了 有780兆每秒 那这个速度就还不错吧 那体验到这里呢 其实我对它的印象还是总体来说偏比较好的 虽然它的CPU呢实在是太弱了 但是呢 只要我把它的下载速度呢 限制比较低一点了 像我就限制在5兆以内呢 那还是可以用的吗 下载起来也还是可以的 虽然这个QB呢只能在隐身模式下才可以访问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毕竟它便宜嘛 那凑合着用还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就打算这样用着一段时间试试看 但是呢 嗯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 第二天呢 我就发现问题出现了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未联通434呢 这个版本用到第二天呢 它就卡死了 就是机器完全没有反应了 然后我访问它这个管理界面也是访问不了 那最后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断电 然后重启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发现它依然还是出现了这种死机的情况 所以我感觉 那会不会是我这个系统不太行呢 所以呢 那我想去论坛上面升级这个436的版本 那么我这里呢 就选择升级一下这个系统 看看怎么样 这里呢 当然不能在系统里面直接选择升级的 那样的话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得重新刷 把它刷成这个436版本 那么这个固件呢 需要到论坛上面下载的下载 需要这个论坛里面的虚拟币 那我的话就是靠在论坛里面呢 进行回复 那一天回复就有5个虚拟币 如果你完全没有虚拟币 你再论坛里这样恢复10天的话 你就可以凑够购买这个固件的虚拟币了 然后呢 当我升级这个系统到最新版本之后呢 我发现呢 它不会死机了 但是 它会出现另外的问题 就是呢 它用几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自动重启 根据我的观察呢 我发现只要每过3 4个小时呢 这台机器就会重启一次 那这样还怎么用呢 这台纳斯每隔几个小时 它就重启一次 那这 这个系统就完全没有办法用嘛 所以 我觉得 这两个未联通系统呢 都是有bug的 至少在我的机器上面是这样的 然后我去论坛上面看别人 别人也说呢 这 他说了这两个未联通系统呢 他也出现这个问题的 基本是没有办法稳定来使用的 最后呢 对于这台设备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需求比较简单 你可以接受我刚才说的这个NCST这个系统的话 简单的来下载啊 然后共享里面的文件出来 这样的话那你可以买这台四杯 然后去刷那个NCST 据说呢 用这个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出现什么bug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个未联通系统呢 体验体验是可以 但是你要想当主力来用的话 感觉还是不太行的 因为这个系统 有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而已 不论堂上面其他人也有遇到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你会不会遇到呢 你就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呢 去买这种觉得自己买的肯定不会出现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台四杯呢 可能不要用他里面的这个主板 而是呢 自己去买其他的主板装上去 自己改装 那这样可能是更好的 我看网上有些网友呢 自己买主板之后来改装这台四杯 他们折腾起来也是挺开心的 而且用起来好像也还不错 因为这台四杯呢 主要是他有两个旁位 而且呢体型比较小 颜值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 所以呢 自己更换这个主板之后 他的性能提升了 而且外观没有改变 我觉得这台四杯倒还是不错 如果用他原本的那个主板的话 CPU实在是太弱了 我觉得我自己肯定是不满意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整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了解这台四杯呢 有点帮助吧 那么我们有机会再见